俄罗斯的冥想雪松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文宇 王尚豪 第20章 俄罗斯的冥想雪松 下集 军事演练上 任何攻击都要以我方损失最低的前提下 掳获或歼灭敌人 进入枪林弹雨 占领对方壕沟 这些只有在你有意识或下意识 为了达成别的目的 才有可能进行 什么目的 也许 以违逆军事法则 赔上自己性命的举动 要射击手停下来去思考 去理解 而非射杀这些列队前进的人 那么 他们的死 不就类似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 类似 但一般人多少都还记得耶稣基督 这些列队前进的军官 及年纪上轻的号角手 却被世人遗忘 也许他们穿着整洁衬 套着军官制服的灵魂 依然踏步迎向我们射出的子弹 向我们呼喊 要我们停止 仔细思考 为何向我们呼喊 他们中弹时 我们甚至还没出生 我们当时还没出生 但是今天 子弹还在飞着 发射这些新子弹的 不是我们还会有谁 确实是 子弹到今天还在飞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停下来 你为什么离开家里 我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眼光 哪种 有天晚上 我们在看电视 我太太在厨房 我儿子跟我在看电视 一个正论节目开始了 在谈国安局 夸大抹黑的很明显 我故意拿起报纸 假装在看 表现出对这节目 没兴趣的样子 我希望我儿子转台 他对政治话题没兴趣 只爱音乐 但他没转 我把报纸弄出声音 用眼角的余光看他 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 紧抓着扶手 抓到手失去血色 整个人一动也不动 我知道他没有转台的意思 我把脸埋在报纸后面 尽量忍耐 直到我再也忍不住 我把报纸揉成一团 丢到旁边 跳起来大吼 关掉 你关不关 我儿子也跟着站起来 但他没有走向电视 而是不发异语盯着我 电视继续播 我儿子瞪着我 那天晚上 我留下一张纸条 说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 就永远离开他们了 为什么永远 因为 我们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当我试着 把自己在甲板上 弄得舒服点 准备睡觉时 他又开口说话了 所以 阿纳斯塔夏说 要带人穿越黑暗力量时光 我会带人穿越 然后画下句号 没错 他这样说了 而且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他应该挑选出一支精锐部队 我愿意当他部队里的士兵 什么部队 你没搞懂 他不可能使用暴力 他想用其他方式影响别人 他要用他的光线 我有一种感觉 我认为他能做到 很多人都会想被他的光线温暖 但只有少数人会了解 自己也必须动脑 阿纳斯塔夏需要我们的帮忙 他只有一个人 连一个小小分队也没有 他召唤你 请求你 你去窝在地下室 搞得跟流浪汉一样 好一个企业家呀 你也一样 国安局长官 窝在这里呢 好了 睡吧 下室 你的营房有点冷呢 难免的 把身体拳起来 保住体温 他爬起来 从夹层取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起来的东西 盖在我身上 昏暗的烛光中 他大衣上的三个星星监视在我脸庞发亮 盖上大衣身体变暖 我就这么睡着了 睡梦中 我听见在角落堆积破步的流浪汉们回来了 看我在这过夜 向上校勒索一瓶酒 他答应明天就给 但他们坚持现在给 还威胁他 上校移动了他的甲板小床 摆到我和这些流浪汉之间 说 想动他 先跨过我的尸体 然后躺在他的甲板上 把我和流浪汉们隔开 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觉得温暖又心安 直到上校摇我的肩膀 我才醒来 起来了 起床 我们要离开这里 从雾雾的地下室窗户看出去 天空才刚开始出现些微光线 我从甲板坐起来 感到头痛欲裂 呼吸困难 还很早 天都还没亮呢 再过一会儿就迟了 他们混了粉末点燃棉花 老把戏了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窒息 昏死过去 他拿着一只铁鞘之类的 走向窗户 开始搬动窗架 那些流浪汉已经把门从外面反锁了 他把窗架挪开 打破玻璃 站到窗台上 地下室的窗口正对着一个被炸门盖起来的水泥凹紧 上校接着开始摇动炸门 想让他脱离固定住的地方 但没有成功 我靠在墙边 头还在晕 上校从窗户破掉的地方探头进来 向我下达指令 蹲低 底下烟雾比较少 尽量别动 吸气吸小口一点 他用肩膀撞开炸门 将炸门推开后 把我拉了出来 我们坐在地下室窗外的水泥地上 静静地吸着莫斯科清晨破晓前的空气 悬晕感逐渐消退 开始有点冷了 我们两个怀心事默默地坐着 然后我说 你的邻居不是很友善 难道这里归他们管 这里每个人的事归自己管 那是他们的手段 把无家可归的人带来这里 跟他所讨过夜费 要是不给 就在杯子里掺东西 或是等他睡着用烟熏它 像对我们这样 那人身上要是还有东西 就一次搜刮 把想要的全部拿走 身为一名国安局军官 你竟然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你大可揍他们一顿 让这种事情消失 还是你只坐过办公室 像个公务员 整天处理文件 连勤拿术也不会 我需要在办公室执勤 也需要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执勤 会勤拿术是一回事 用上它又是另一回事 面对敌人是一回事 面对一般人又是另一回事 我有可能拿捏不准而势力过当 你当他们一般人 你在这里高谈阔论的时候 他们正在抢劫 随时都有可能杀人 他们的确随时都有可能杀人 但靠武力是制止不了他们的 我们差点就死了 你还在讲大道理 我们勉强逃过一劫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 嗯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 既然你明白 为何光讲大道理 不去行动 我不能打人 我说了 我可能会拿捏不当 回你的基地吧 天已经亮了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告别 走了几步后 他从背后叫我 等等 回来一下 我朝着坐在水泥地上 无家可归的上校走去 他头低低的坐在那里 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叫我 我问 过了一会儿 他说 你确定可以 可以 离这不远 只有三个站 我走得到 我是说 你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吗 确定吗 写一本书并且出版 我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先写写看 阿纳斯塔夏说 你可以 他是这样说的 那你怎么没有马上写 我认为另一件事比较重要 意思是你没有能力确实执行命令 阿纳斯塔夏没有命令我 而是请求我 他请求你 也就是他的战略策略都想好了 你却擅作主张把事情搞复杂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下给你的命令 最好认真听 来 拿去 他递给我一个用小塑料袋包起来的东西 我一翻开 看见塑料袋里装着一枚结婚金戒和十字架盈链 人家会用半价跟你收购 就给他们半价吧 可能还够你走下去 找不到地方住的话 回来这里 我会应付他们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不可能收下 别说了 你该走了 走吧 注意 向前 走 我说了不能拿 我想把戒指和链子还给他 却对上他既是权威又是哀求的眼神 向后转 向前看 起步走 他压低音量小声地说 声音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过一阵子 已经圆在我后头的他 传来小声的一句 一定要办到 回到住处以后 我想好好睡一觉或躺一下 却一直想到流浪街头的上校 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出门去找他 一路想着 说不定他会愿意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没有什么是他适应不了的 他做人实际又干净利落 还会画画 说不定可以帮我画封面 而且 我们两个一起 比较有办法赚些钱当房租 下个月我已经脚不出来了 等我走到我俩凌晨爬出来的地下室窗口附近 看见那里围了一群人 大楼住户 警车 救护车 流落街头的上校 眼睛闭着 躺在地上 面带微笑 全身被师徒弄得脏兮兮的 没有生气的手 握着一片红砖 一个破掉的木箱立在墙边 法医在小本子上写东西 他站在另一个脸孔扭曲 穿着破烂的尸体旁边 旁边大概是大楼住户的一小群人中 有个女士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遛狗时看到他 脸上挂着微笑的 站在箱子上 面对墙壁 然后他们 三个看起来像流浪汉的人 两男一女 朝他背后走过来 其中一个男的把箱子用力一拉 害他摔倒在地上 他们开始用脚一直踢他 骂他 我朝他们大喊一声 他们才没有继续打他 这个微笑的人从地上爬起来 很勉强才站得起来 他叫他们走 永远不要再出现在他眼前 他们又开始破口大骂 准备扑向他 就在他们靠他喊近的时候 他突然一出手 就直接用手掌侧边击中那个踢到箱子的喉咙 他连先握拳晃动一下 瞄准位置的动作都没有 就打到那个人站不起来 还一直咳嗽 我又对他们大叫 他们两个立刻跑掉 那个女的先跑 另一个男的跟在他后面 这个微笑的抓着胸口 要是他心脏被打出了问题 应该先坐下或躺下才是 可是他走去箱子那里 他脚步很慢地走过去 把箱子移到墙边 扶着墙后站上去 情况很不妙 谁都看得出来 他开始往下滑 手里拿着红砖还在继续画 一直画到倒地不起 最后他脸部朝上倒在墙边 我跑过去一看 他已经没了呼吸 他微笑着停止了呼吸 他为什么要站在箱子上 我问这名女士 对啊 为何他心脏已经不堪负荷 还要站上去 旁边也有人跟着问 他想继续画 那三个流浪汉 偷偷从后面靠近他的时候 他正在画画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没发现吧 我跟我的狗在外面散步很久了 他从头到尾都站在箱子上面画画 一次都没有回头 在那里 他的画 高一点的地方 他指向建筑的砖墙 房子的灰墙上 有红砖勾勒的线条 一个圆圈代表太阳 中间是雪松枝 沿着太阳弧线的边缘 有一排歪斜的字 我走进墙边一看 是俄罗斯的冥想雪松 还有几道光线从太阳边缘射出来 一共只有三条 无家可归的上校来不及补上更多 两条短线之后是弯弯曲曲 一路画到墙底的第三条线 那里 那里躺着无家可归的上校 他微笑着死去的身躯 我看着他带着微笑 沾满泥巴的脸 想着 也许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 阿纳斯塔下用光线碰触了他的灵魂 温暖了他 那多少让他感觉温暖了点 并且把他的灵魂带进永恒无限的光里面 我看着尸体被搬上车的过程 我的上校被漫不经心地扔上去 头部碰撞着车底 我看了很不忍心 我把外套脱下来 跑过去车子旁边 叫他们把我的外套垫在他的头下 其中一个医护人员骂了我 但另一个默默拿了外套 把他垫在上校斑白的头发下面 车子开走了 现场一片空荡 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站在那里 看着被朝阳照亮的图画和上面的题字 心中百感交集 做些什么 我一定要为他做些什么 这个国安局长官 在这里捐躯的俄罗斯军官 但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呢 最后我决定 我会把你的图放上我的封面 长官 我一定会写好的 虽然我还不确定要怎么写 但我一定会写的 而且不止一本 我要把你的图放在每一本的封面上 当成标志 我要在书里向所有俄罗斯人呼吁 俄罗斯人 不要拿你残酷无情的子弹 在无声无息中爆炸的子弹 对着我们自己军官的心脏发射 不要从背后设计任何白军 红军 蓝军 绿军 准卫或将军 从背后设计的子弹 比任何铅弹还可怕 不要收我们自己的军官 俄罗斯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